IT全部吧 心情酷炼早知道 对于小评爱好者来说 iPhone SE2是款没钱也要剁手的手机 不过现在恐怕有钱都买不到了 去苹果配件厂上Olyssa的消息 iPhone SE的续作今年是不会更新了 其实对于这种结果 从之前的苹果大会就该预料得到 早在今年年初就有iPhone SE2的消息传出 将会在3月份苹果教育专场发布会发布 然而并没有 之后又有预测将会在6月份的 WWDC 2018开发者大会发布 甚至还看到各种渲染图 不过现实总是那么骨感 两场大会 苹果对于这款手机知识为提 相信9月份的秋季发布会 iPhone SE2基本算是凉凉 而且Olyssa过去关于苹果的爆料都不会准确 看来对于那些小评爱好者来说 iPhone的热情可以消停了 早不如期待一下今年的苹果秋季发布会 其一片是缺少了iPhone SE2 但分析师预测会有多达三款新机发布 除了5.8英寸以及6.3英寸的 OLED版本的iPhone X二代 还包括6.1英寸LCD版本的 连较iPhone X二代 相信还是很有看头的